然阿让没有看见进来人 但是他感到克塞特进来了 他回过身端详他 克塞特真是光艳照人 不过 然阿让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的是灵魂 而不是美貌 克塞特高声地说道 父亲 父亲 您真是想得出来 我知道您古怪 可也万万没有料到您会来这一手 玛丽丝对我说 是您要我在这接待您 不错 正是我 那究竟是为什么呀 您挑选这楼里最丑陋的房间来同我见面 这里真是不堪入目啊 好 你 您知道 夫人 我这人很特别 有些怪念头 夫人 您知道 又出来新鲜事了 父亲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您 您 要当夫人 现在是了 在您面前不是 父亲 别再叫我父亲了 怎么 叫我让先生吧 好 知乎让也行啊 您不是父亲了 我也不再是克塞特了 让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简直是闹了革命 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 您倒是正面瞧瞧我呀 您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您也不肯要我给您准备的房间 我怎么得罪您了 我怎么得罪您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那又为什么呢 什么都跟往常一样 那您干嘛改名字 是啊 您不是也改了吗 既然 您能叫彭埋西夫人 我也可以叫让先生了 您这么怨恨 是不是因为我幸福了 无心说出来的天真话 往往能鞭辟入理 这个问题 克塞特看似简单 对拉让却是意味深长 拉让脸色惨白 一时无言以对 继而才以无法形容的声调 仿佛自言自语地咕弄道 是啊 你幸福了 这本来是我的生活目的 现在 上帝可以把我打发走了 克塞特 你幸福了 我这辈子也就过完了 父亲 您对我 父亲 您对我称呼你了 父亲 克塞特 克塞特随即扑过去 搂住了拉让的脖子 拉让一时忘情 狂热地将克塞特紧紧地搂在胸口 几乎觉得他失而复得了 在拉让的身上 这种欣喜若狂又要转为肝肠寸断 他缓慢摆脱克塞特的手臂拿起帽子 克塞特问道 怎么了 父亲 我走了 夫人 他们在等着你 刚才 我对您 称呼了你 去告诉您丈夫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请原谅我 再见 然拉让走了 而克塞特还愣在原地 对这种告别简直感到莫名其妙 从这以后 然拉让天天按时前来 但是完全按照玛丽丝的话去做 玛丽丝则设法总在拉让来之前就出门 然拉让一直住在五人街 还下不了决心远离克塞特居住的街区 起初 他只和克塞特一起待上几分钟就走了 后来 他探望的时间由短渐长 而且养成了习惯 就好像借着白昼延长的机会 他早点来晚点走也是正当的 有一天 克塞特脱口叫了他一声父亲 然拉让那张忧郁苍老的脸上掠过了一道快乐的闪光 但他立刻制止了 有一天 他比往常待得还要久一些 次日 他注意到壁炉里没有生火 后来炉火倒是又升上了 但是两把扶手椅却移到了屋子的另一端 摆在了门口 然拉让心里思寸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想着 然拉让又把椅子搬到了火炉的旁边 重新燃起的炉火 又给然拉让增添了勇气 他的话多起来 交谈的时间又比平常颇长了一点 他起身要走的时候 克塞特对他说 昨天 我丈夫向我提起了一件怪事 什么事 他对我说 克塞特 你有勇气 只靠三千法郎生活吗 我回答说 有啊 只要和你在一起 没有钱也行 后来我又问他 你干嘛对我说这个 他就回答我 说是随便问问 拉让 哑口无言 大概克塞特想让他解释解释 而拉让却神色黯然 只管默默默地听着 他回到五人街 还在宁神地想着这件事 竟然走错了门 进入旁边的一栋楼 登上三楼 才发现走错了 又反身下来 拉让 拉让陷入了各种猜测 精神非常苦恼 马里斯 显然怀疑 这六十万法郎 来路不正 怕是不义之财 谁知道呢 也许他已经发现 这笔钱财 原是他拉让的 既然可疑 他就有所顾虑 不愿意接收 宁肯和克塞特一起 过穷日子 也不愿意接收 这不义之财 此外 拉让也开始隐约地感到 主人有逐客的意思了 第二天 拉让走进了 楼下的那间屋子 不禁打了个寒净 安乐椅不见了 甚至一把 普通的座椅都没有 克塞特一进屋 就嚷嚷道 怎么 扶手椅没了 扶手椅搬到哪儿去了 搬走了 这 这太过分了 是我 让巴斯克搬走的 可怎么有个原因吧 今天 我只待几分钟 只待一会儿 也没有理由 也没有理由站着呀 我以为 巴斯克 需要将 扶手椅 搬到客厅去 为什么呢 今天晚上 你们一定有客人吧 一个客人 一个客人也没有啊 人阿让 再也无话可说了 克塞特松松肩说 叫人 把座椅搬走 那天 还叫人 吸掉了炉火 你也太古怪了 你也太古怪了 再见了 夫人 让阿让 让阿让 心情沮丧地走了出去 这回 他有所领悟了 第二天 让阿让没有来 到了晚上 克塞特才发觉 他心中 微微有点怅然 但是感觉并不明显 让曼律斯的一个亲吻 就给排解了 第三天 让阿让 还是没有来 克塞特并没有留意 晚上该做什么 做什么 该睡觉就睡觉 一如往常 早晨醒来 才想起这件事 也难怪 克塞特太幸福了 他急忙打发 尼克莱特 到让先生家看一看 看他是否生病了 昨晚为什么没有来 尼克莱特转达 让先生的答复 说他一点病也没有 他很忙 很快就会去的 尽早前去 再说 他要有一趟 短途旅行 他隔断时间 就要出趟门 这是他的习惯 不必担心 也不必挂念他 1833年 春夏之交 沼泽区 寥寥的行人 店铺商人 站在门口的闲人 都注意到有个身穿 整洁黑礼服的老人 每天一到黄昏时刻 就从五人街出来 经过白斗峰街 再走进省路一街 到了省路一街 他就放慢了脚步 脑袋往前探 什么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眼睛总是直勾勾的凝视着一点 对他来说 仿佛是明显的那一点 无非是受难会修女街的拐角 他离那个街角越近 眼睛就越亮 眸子里射出喜悦的光芒 犹如内心生起的曙光 他那神态 仿佛受了迷惑 并十分动情 他的嘴唇微微颤动 就好像在对一个 他看不见的人在说话 他隐隐地现出笑容 而脚步却尽量放慢 就好像他既盼望到达 又怕走到近前的那一刻 再过几栋楼房 就走到似乎吸引他的那条街了 他的脚步十分缓慢 有时好像走不动了 继而他的眼角 慢慢聚集一滴泪水 鸡大了就掉下来 顺着腮流到了嘴角 有的还在嘴角停留片刻 老人尝到了泪水的苦味 他就像石头雕像一样 在那里助力几分钟 然后又以同样的步伐 他远路远远 越走越远 目光也暗淡下来了 久而久之 老人不再走到受难会 修女街的拐角 在省罗衣街的中途就停下来 有时多走几步 有时少走几步 有一天 他远远眺望受难会 修女街 继而默默地左右摇摇头 仿佛拒绝内心的一点要求 又沿着原路回去了 又过了不久 老人连省罗衣街也走不到了 直到扑石街 摇了摇头就往回走了 后来不越过三亭街 最后连白斗棚街也不越过了 好比没有上发条的挂钟 钟摆的摆幅越来越小 直至完全停止 每天老人还按时出门 走同一路线 但是不再走到头 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不断地缩短距离 他脸上的神情 完全表达这唯一的想法 何苦来呢 眼睛没神了 脸上没有光彩了 就连泪水也枯竭了 不再聚集在眼角上 这沉思的目光是干涩的 老人的头还总往前探 下巴有时摆动 脖子瘦得皮打折 叫人看着心里很难受 在天气不好的日子 老人有时夜下夹着一把伞 但是从来不打开 那个街区的老太婆都说 她是个傻子 孩子们跟在她的后面 哄笑着 一天晚上吃罢晚饭 马利斯刚刚回到办公室 要审阅一份案卷 巴斯克就送来了一封信 并且说 写这封信的人就在后客厅 克塞特正挽着外祖父的手臂 在花园里散步 信如其人 也会有恶俗的外表 纸张粗糙 折叠笨拙 这类信一看就令人反感 巴斯克拿来的就是这样一封信 马利斯一接近信 就闻到一股烟叶味 一种气味 比什么都更能唤起人的回忆 马利斯既想起这种烟味 再看看封面上写的内容 程颂先生 彭埋西南爵先生起 他的公管 马利斯辨认出烟味 也就认出笔迹了 一道闪光 使马利斯豁然开朗 嗅觉 这神秘的备忘录 一下子就在他的身上 唤起了一个天地 正是这种纸张 这种折叠方式 这种淡淡的墨水 正是这熟悉的笔迹 尤其是这烟味 马利斯的眼前 就出现了 Rondelator的破屋子 这真是天原凑巧 马利斯百般寻找的两条线索之一 近来还花了大力气 以为永无踪迹了 而现在却自动地送上门来 这封信 署名为 德纳 署名不假 只是缩短了 此外 信中不知所云 又别字连篇 终于暴露无遗 马利斯异常激动 他先是一惊 后又一喜 但愿现在 能找见他所寻觅的 另外一个人 他马利斯的救命恩人 他就别无所求了 一个男子走进来 马利斯又是一惊 进来的这个人 完全是陌生的 此人不仅年老 还长了一个大鼻子 下巴插在领带里 走路驮着背 一照面最初的印象 就是这人的衣服 太肥大 虽然整齐扣上了 扭扣 还是不合他的身 马利斯看见来者 并非他所期待的人 不仅感到失望 态度便转而冷淡起来 就在莱克 深深鞠躬的时候 马利斯从头到脚 打亮着他 口气生硬地问道 您有什么事吗 马利斯注意听这人说话 捕捉他的口音和动作 但是却越发失望了 这浓重的鼻音 同他预料的尖刻的嗓音 截然不同 马利斯如坠入无礼物中 那个陌生人 将两只手插在砍尖兜里 抬起头来 但是并不停起几倍 他那透过眼镜的绿目光 也在端亮着马利斯 他说 好吧 南杰先生 我说明一下 我有个秘密向您出售 南杰先生 贵府上 有个盗贼和杀人凶手 他叫让啊让 你说的这个事 我知道 我还要无常告诉您 他是谁 说吧 他是个劳苦一番 我知道 您 您是因为我荣幸的告诉您 才知道的吗 不是 我早就知道 是吗 我不敢驳斥南杰先生 不管怎么样 您应当明白 我是了解内情的 现在我要告诉您的情况 唯独我知道 这个事 关系到南爵夫人的财产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秘密 准备出售 但首先呢 找您这个买主 价钱非常便宜的 只要您出两万法郎 这秘密 同其他秘密一样 我全知道 南爵先生 如果 这样吧 您给一万法郎 我就说出来 再说一遍 您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 您要说什么 我都知道 是吗 可是 我 今天我总得吃晚饭 跟您说 这个义乎寻常的秘密 南爵先生 我要是说了 就给我 二十法郎吧 我知道 您这义乎寻常的秘密 就像我早就知道 然啊让这个名字 也像我知道 您的名字一样 什么 南爵先生 您知道 我的名字 对 我对您说 就是 我否认 您还是个无赖 拿着 玛丽丝说着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钞票 摔到他的脸上 谢谢 对不起 您给了我五百法郎 男爵先生 五百法郎 真是一张大票子 哎呦我的天 那好吧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 放松放松吧 说着 他像猴子一样灵活 头往后一仰 摘下了眼镜 从鼻孔里 拔出了两根羽毛管 收了起来 他就像摘下帽子一样 摘下了他的面具 他的眼神亮起来 起伏不平 咯哩咯哒的额头 也露出了丑陋的皱纹 阴沟鼻子 又恢复了原状 这个汉匪 便现出凶残狡诈的真面目 男爵先生 真是明察秋毫啊 我就是 德纳迪 马利斯还在思考 他终于抓到了德纳迪 他万分渴望找到的这个人 现在就在眼前 他可以履行 捧麦西上校的遗嘱了 这位英雄 欠了这个匪徒的情 马利斯感到耻辱 而且至今也没有兑现 他父亲从坟墓里 给他开出的汇票 马利斯面对这个德纳迪 思想也处于复杂的状态 他认为 上校不幸被这样的坏蛋所救 在报恩的同时 也应该为上校学耻 不管怎样 他还是高兴的 终于能使上校的幽魂 摆脱这个卑鄙的债权人 他也觉得 能将对父亲的怀念 从债务的牢笼里 解救出来了 除了要为父亲还债 马利斯还有一个责任 如果可能的话 要弄清 克塞特财产的来源 机会 似乎就摆在面前 也许 德纳迪 了解一点内情 有必要 探探这个人的底 对 就从这里下手 德纳迪将大票子 深藏到砍尖兜里 几乎带着几分温情 注视着马利斯 马利斯打破了沉默 德纳迪 我说破了你的名字 你掌握的秘密 你来告诉我的事情 现在 要我对你说一说吗 我也有我的情报 你马上就会看到 我了解的情况 比你多 让阿让 正如你所讲的 是个杀人凶手 和盗贼 说他是盗贼呢 是因为 他抢劫了一个富有的场主 马德纳先生 把人家弄破产了 说他是杀人凶手呢 是因为 他杀了警察 让胃 我不明白 南绝先生 您讲的是什么意思 好 这就让您明白 听着 大约在 1822年 有个叫 马德纳先生的人 从前 通司法机构 有点过节 后来 他改过自新 恢复了名誉 这个人 成为一个 十全十美的艺人 他靠记忆 生产 人造墨浴 是整个城市 富了起来 当然 他本人也发了财 但这是附带的 可以说是偶然的 他是穷人的 衣食父母 他创建医院 开办学校 探望病人 给姑娘嫁妆前 救起寡妇 收养孤儿 他就像 那地方的监护人 他谢绝了 授予他的寻章 他被任命为市长 一个刑满释放的 苦义犯 知道这个人 从前判过刑的隐私 并揭发了他 并让人 把他抓起来 然后趁机 来到巴黎 拉费他银行 这是出纳员本人 向我提供的情况 模仿签字 冒名取走了 马达兰先生的 五十多万法郎的存款 而窃取 马达兰先生 钱财的苦义犯 正是让阿让 至于另一件事实 你也没有什么 可向我提供的 让阿让 杀了警察 她是用手枪把人打死的 我敢对你说这话 是因为当时我在场 是吗 可是我觉得 这是您的幻想 我有幸得到 南杰先生的信任 也有责任指出这一点 首要的是真相和正义 我不愿意 看见不公正的指控别人 南杰先生 让阿让 根本没有窃取 马达兰先生的钱财 那么让阿让 也根本没有杀害 亚威 岂有此理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么说 有两个原因吧 哪两个 说吧 第一 他没有解夺 马达兰先生 因为 然阿让 本人 就是 马达兰先生 你说什么 第二 他也没有杀害 亚威 因为 杀死 亚威的人 正是 亚威自己 你说什么 我要说 亚威是 自杀的 什么 你有证据吗 你拿出证据来 德纳迪 边说边从信封里 掏出两份 破旧发黄 有刺鼻烟草味的报纸 其中一份 显得更旧 折皱全断裂了 还往下直掉着碎片 你看 这是两件事实 有两个证据 马里斯 马里斯看了报 事情很明显 日期确切 证据也 确凿 无疑 这两份报纸印出来 并不是特意为了证明 德纳迪的说法 而且 公报上所刊登的消息 又是从警察总署 官方那儿得来的 马里斯 马里斯不能怀疑 让阿让 赫然变得高大起来 高出云端 马里斯 禁不住欢呼了一声 这么说来 这个不幸者 是个令人敬佩的人 这笔财产 敌敌确确 是属于他的 他就是 马德纳 是一方的保护人 他就是 是让阿让 是让威的救命恩人 他是个英雄 是一个圣徒 不过 南爵先生 我认为 他既不是圣徒 也不是英雄 他是杀人凶手 是个盗贼 咱们还得冷静下来 盗贼 杀人凶手这些字眼 马里斯以为消失了 不料又卷土重来 好似一盆冷水 浇在他的头上 呃 然阿让 没有解夺妈的了 但照样还是盗贼 他没有杀害阳卫 但照样还是杀人凶手 你是不是指四十年前 那件可悲的偷窃 就从您这报纸上 也可以看出 他一生痛恨 克己利人 休得赎罪了 呃 不 呃 南爵先生 呃 我是说杀人和抢劫 啊 呃 我再重复一遍 我指的是 近来的事 呃 我要向您透露的情况 绝对没人知道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许 您能发现 然阿让 以高明的手段 赠给南爵夫人财产的来源 我说高明 是因为 他通过这样的赠款 就钻进一个高贵的家庭里 来享福 享受抢来的钱 隐藏自己的罪恶 隐姓埋名 为自己建起一个家庭 哼 这种做法 不能算太笨拙 南爵先生 对了 大约在一年前 呃 1832年6月6日 在暴动的那天 在巴黎的大鹰沟里 呃 就是在 残废军任院桥 和耶纳桥之间 那个大鹰沟 在塞纳河的出口处 有那么一个人 马里斯 突然把椅子 往德纳蒂这边 靠了靠 德纳蒂注意到这个动作 于是他慢条斯理 就像一个能言善辩的人 抓住对方 并感到对方 听到他的话时 所表现出的激动 呃 当时呢 呃 这个人 呃 不得不躲藏起来 呃 但不是政治的原因 啊 他把鹰沟当做了住所 并且呢 还有一把门钥匙 我再说一遍 啊 那是6月6日 呃 大约晚上8点钟 当时这人 听见鹰沟里有响动 他十分的诧异 便蜷缩在角落里 窥视 听视脚步声 黑暗中 有人朝他这边走来 怪事 这鹰沟里出了他 另外还有一个人 鹰沟出水口的铁闸门 离此不远 他借着 从门口射进来的一丝亮光 看见来人背着东西 弯着腰往前走 万一要走路那人 从前是个苦义犯 他肩头背的是一具死尸 一个不折不扣的现行杀人犯 至于抢劫 那是不言而异的 谁也不会无故的行凶吧 那个苦义犯要将尸体投进河里 有一点需要说明 那苦义犯是从鹰沟的远处来的 而且肯定是遇到了可怕的尼坑 才来到这铁闸门的 因此 他本可以将尸体丢进尼坑里 可是第二天 那工人如果疏通鹰沟 就可能在尼坑里发现遇害者 这凶手不愿意发生这种情况 他宁肯背着重腹躺过尼坑 他一定是卖了死力气 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 至今我也不明白 他是怎么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玛丽丝的椅子又朝前靠近了一点 德纳蒂趁机长出了一口气 又继续说道 男爵先生 一条鹰沟可不是盐武场 那里什么都缺 连地方都缺 两个人在里面就得狭路相逢了 这情况果然发生了 住户和过路人虽不情愿 还是不得不彼此问好 于是过路人对住户说 你瞧我背着东西总得出去 你有钥匙给我用一用 这个苦一犯力大无比啊 可不敢拒绝他 不过拿钥匙的人讨价还价 为了拖延时间 他查看死者 但是看不清楚 只能看出那是个青年 穿戴讲究 像是个妇人 满脸是血 面目模糊了 他一边谈话 一边设法的私下死者 万一的一块后摆 而没有让凶手查解 一个物证 你明白吧 用这个可以重新抓到线索 证明凶手有罪 他将那个物证揣进党里 然后打开铁扎门 放出那人及其背上的重负 又关上门后就逃开了 他不想进一步牵扯到这个案件中 尤其是不想在凶手往河里扔尸体时 他成为目击者 现在您应当明白了 男爵先生 被死尸的人正是让啊让 而有钥匙的人 此刻正在同您谈话 而撕下来的那片衣巾呢 德纳蒂说完这番话 便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 从衣兜里掏出布满岸般的黑泥布片 举到眼睛一般高 玛丽丝站起来 他脸色苍白 几乎停住了呼吸 一言不发 眼睛紧紧地盯住了那块黑泥布片 一步步退到了墙根 玛丽丝的右手伸到身后 摸索墙壁 寻找壁炉旁边 跪除锁眼上插着的钥匙 摸到钥匙便打开跪除门 不用看就伸进手臂 而他惊恶的目光始终不离 德纳蒂抖开的那块布片 这时候德纳蒂继续说道 南家先生 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那个遇害的年轻人 是个外国的阔老 携带着巨款 被让啊让 又入了圈套 那个青年 就是我 那个衣裳 就在这儿 玛丽丝一边嚷嚷 一边把一件血迹斑斑的黑色旧衣服 扔在了地板上 接着 玛丽丝一把夺过德纳蒂手里 举着的布片 蹲下来 将布片拼在衣摆的缺口上 裂缝完全吻合了 正好拼成了一件完整的衣服 德纳蒂呆若目击 玛丽丝站起来 他浑身颤抖 既汗颜无地 又喜形于色 他气愤地走向德纳蒂 同时伸出手来 去摸自己的衣兜 摸出了一把 五百和一千法郎的票子 握成拳头 举到了他的面前 几乎碰到了德纳蒂的脸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你说谎 诽谤 无恶不作 你来诬告的这个人 可是 你反而为他洗脱的罪名 你要陷害他 可是呢 反而赞扬了他 你 才是盗贼 你才是凶手 我见过你 德纳蒂 Rondelet 就在祭坪院 环城大盗的那间破屋里 至于你 我所了解的情况 足以把你打发到苦一场 甚至更远的地方 如果我愿意的话 给 这是一千法郎 拿着你这恶棍 Rondelet 德纳蒂 你这狗东西 这回 让你好好地受一次教训吧 出卖机密的救货贩子 兜售密室的奸商 无耻之徒 拿着这一千五百法郎 从这儿滚出去吧 是滑铁炉保护了你 滑铁炉 对 杀人凶手 你在那儿 救了一位上校的命 我记得他是一位将军 是一位上校 若是一位将军 我一个童子也不给你 你来这儿 专门血口喷人 我告诉你 什么罪行你都犯过 你滚吧滚吧 滚得远远的 但愿你能幸福 这是我的全部希望 你这个魔鬼 给 这儿还有三千法郎 你全拿着 你明天就得动身 带着你的女儿去美洲 其实你老婆死了 可恶的骗子 我要监视你启程 强盗 到那时 我再给你两万法郎 你滚到别的地方 找死去吧 谢谢 非常的感谢 那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再见 但纳迪一走 玛丽丝就跑到了花园 见到可塞特还在散步 可塞特 可塞特 快来快来 咱们一块出去 巴斯克 快叫一辆马车 可塞特 来 快来呀 上帝 是他救了我的命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可塞特 快戴上你的头巾 可塞特 以为玛丽丝疯了 但他还是顺从了 玛丽丝喘不过气来 用手捂住自己的心口 要抑制心跳 他大步地走来走去 抱住可塞特亲吻着 可塞特 可塞特 我真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啊 玛丽丝万分激动 他恍惚看见 然而让变成了 无比高大的悲苦形象 一种前所未闻的美德 在玛丽丝的眼前显现出来 至高无上 而又十分温和 高大中又透出谦卑 这名苦义犯 胜化为基督了 玛丽丝被这奇迹 弄得眼花缭乱 他说不准看见了什么 只知道非常伟大 不大会儿的功夫 出租马车 来到了玛丽丝的门前 玛丽丝扶可塞特上了车 自己也跟着跳了上去 玛丽丝说 车夫 快到五人街七号 让阿让听见有人敲门 就转过头去 他声音很微弱地说道 进来 房门打开了 可塞特和玛丽丝出现在门口 可塞特冲进了屋子 让阿让叫了一声 可塞特 他从椅子上直起身 颤抖着张开双臂 只见他神情惶恐 脸色惨白 样子恐怖 但是他 但是他那目光 却充满着无限的喜悦 可塞特由于激动 而透不过气来 他倒在了 阿让的怀里 阿让我说 他父亲 父亲 可塞特 哦 是你呀 可塞特 上帝呀 你来了 你原谅我了 马丽丝 垂下眼瞼 防止眼泪流下来 他上前跨了一步 嘴唇因强忍哭泣而抽动 只是轻轻地叫了一声 我的父亲 哦 彭曼西先生 你们总算来了 你原谅我了 马丽丝又听见 人阿让这样说 心中汹涌的话语 便找到了个出口 奔泄出来 可塞特 你听见了吗 达到了这种程度 还要我原谅他 可塞特 你知道 他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他救了我的命 不仅如此 他还把你给了我 他救了我之后 把你给了我 可塞特 可是 他又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呢 他牺牲了自己 他就是这样的人 而对我这样一个 知恩不报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 无情的人 有罪的人 他还要说 谢谢 可塞特 我一辈子 扑斑在这人的脚下 也报答不完 那接雷 那硬钩 那熔炉 那乌尼坑 他全闯过去了 为了我 也为了你 可塞特 他背着我 通过所有的那些决定 他冒着生命危险 将死神 从我身边推开 所有勇敢 所有美德 所有英雄精神 所有圣洁 他无不具备 可塞特 这个人 就是天使 我们 要把您带走 哦 上帝 真想不到 我还是偶然 得知这些情况的 父亲 我们要把您带走 您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您是可塞特的父亲 也是我的 在这破屋里 您一天 也不能多待了 不要以为明天 您还会在这里 明天 我不会在这里了 但是 也不会 到你们那儿去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 我们不允许您 再去旅行了 不让您 再离开我们了 您是我们的人 我们 绝不放您走 这回 说到做到 我们顾的车 就在楼下 我们 要把您 劫走 如果是必要的话 我们要动用武力 让阿让 听着听着 他的眼里 慢慢地滚出了一颗大大的泪珠 那正是灵魂的幽暗珍珠 马里斯和克赛特 极力地劝说 让阿让和他们一起走 让阿让听着听着 他的眼里 慢慢地滚出了一颗大大的泪珠 那正是灵魂的幽暗珍珠 他喃喃地说道 事实证明 上帝是仁慈的 这不 可在他来了吗 夫妻 一点不错 在一起生活 该有多好啊 树上 落满了鸟 我可以和我的可赛特 去散步 活在世上 相互问好 在园子里相互地召唤 这有多甜美呀 一早起来 就能见面 我们每人试弄一块原地 可赛特 摘了草莓 给我吃 我也能让他 折我的玫瑰花 这该有多美呀 不过 真可惜呀 然阿让的泪珠 没有滚落下来 又吸收回去 让阿让 带之以 微微的笑容 可赛特 紧紧地握住 老人的双手 上帝呀 您的手 更凉了 您病了吗 您不舒服吗 我吗 没有病 我感觉很好 我感觉很好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等一会儿 我就要死了 死了 对呀 但是 这不算什么 父亲 我的父亲 你要活下去 您一定要活着 我要您活下去 您明白吗 我要您活下去 对 禁止我死吧 谁知道的 也许 我会听从 你们到来时 我正要死去 可人一来 就把我叫住了 我觉得我 又活过来了 父亲 您充满着活力和生机 难道 您想象人 就能这样死去吗 是的 您有过忧伤 但今后不会再有了 是我 请求您原谅 我还要跪下请求吗 那我就跪下 您要活下去 和我们一起生活 要活很久很久 我们这就接您回去 从今以后 我和可塞特两个人 在世上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您的幸福 你们两个都是好人 我这就告诉你们 是什么事令我痛苦 令我痛苦的是 彭麦西先生 您不肯动用那笔钱 那笔钱 确实是您妻子的 孩子们 我来向你们解释 可以说 正是为了这一点 我很高兴 能见到你们 墨玉 产自英国 白玉 产自挪威 事情 全写在这张纸上了 到时候 你们看一看 在手镯工艺上 我发明了金属搭扣 取代焊接的金属扣环 这样 既美观 质量又好 成本又低 你们明白 只能大量的赚钱 因此 克塞特的财富 确实是属于他的 我把这些情况 告诉你们 就是 要让你们放心 看门的女人 此刻上楼来 扒开门缝 往里瞧 大夫让她走开 却未能阻止 那个热心的老太婆 在走之前 向垂危的老人 嚷嚷了一句 这边需要神父吗 我 有一个神父 让阿让说着 手指往脑袋上方 指了指 就好像 他看见了 那里有个人 那位主教 大概真的 来给 让阿让 做临终盛事了 我们在所爱的人 要去世的时候 目光 目光 就死死 盯着 想把人 留住 马里斯 握着 克塞特的手 站在 垂危的人 面前 两个人 悲痛 欲绝 而浑身颤抖 惊慌 惊慌地 说不出话来 让阿让 渐渐衰竭 越来越弱 越来越接近 昏天黑地 他的气息 时段 时续 猴中 发出 咕噜咕噜的 阻断之声 他的手臂 一动 艰难 双脚 一点也动不了了 而随着四肢麻木 躯干 也越发的尾顿 灵魂的全部 庄严往上升 生在他的额头上面 展现出来 未知世界的光亮 在让阿让的眸子里 已隐然可见了 让阿让的脸 渐渐地呈现了灰白色 同时笑容可居 脸上有了别的东西 生命却不存在了 他的气息逐渐微弱 眼睛逐渐张大 这是一具尸体 但是 却令人感到 他长出翅膀了 他招手 让克塞特靠近 又让玛丽斯靠近 显然 这是最后时刻的 最后一分钟 现在 让阿让对他们说话的声音 极其微弱 仿佛来自远处 中间隔着一道高墙 你过来 你过来 你们两个都过来 孩子们 我非常的爱你们 这样死了 也就明目了 你也一样 你爱我 我的克塞特 我完全清楚 你会哭一哭 对吗 但是 你也别太伤心了 我不愿意你真的难过 我的孩子 你应当多多享乐 六十万法廊 是正路的钱 你们享用这笔财产 可以心安理得 你们应该有一辆车 隔三差五 订个包厢 去看看戏 做几身漂亮的舞会服装 我的克塞特 举行盛宴 招待你们的朋友吧 日子要过得非常快活 刚才我给克塞特写了封信 等一会儿会看到的 壁炉台上的两只蜡烛 我就留给克塞特 烛台是白银的 但对我来说 是黄金的 是钻石的 蜡烛插上去 就变成圣主了 我不知道 把烛台送给我的那一位 在天上对我是否满意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的孩子 您不要忘记 我是一个穷苦人 随便找个角落 埋了我就是了 只放一块石板 当标志 这是我的遗愿 石板上不要刻名字 克塞特 能去探望几次 会让我高兴的 彭麦西先生 您也如此 我应当向您承认 我并不是一直对您有好感的 在此呢 请求您原谅 现在 对我来说 克塞特 和您 已经合为一体了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我觉得出来 您是克塞特幸福了 要知道 彭麦西先生 克塞特 这美丽粉红的脸蛋 就是我的快乐 一发现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 我的心里 就忧伤 克塞特 你的小衣裙 放在床上 你看见了吧 你还认得吧 散来 也只有十年的光景 时间过得可真快 那个时候 我们多幸福啊 已经结束了 孩子们 不要哭 我走不多远 从那儿 我会看见你们的 当天黑的时候 你们只要望一望 就会看到我在微笑 克塞特 你还记得 某悲剧吗 你走在树林里 非常的害怕 我抓住水桶的梁 你还记得吗 那是我头一回 接出你可怜的小手 冰凉冰凉的 可塞特 可塞特 你的双手 那个时候冻得红红的 现在呢 就这么白了 还有 那个大布娃娃 你还记得吧 你叫她 卡塞特 卡塞特 你后悔 没有把她带进 修女院 我的温柔的天使啊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 真调皮 常常逗我笑 你特别爱玩 你将樱桃 塞进耳朵里 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个人 带着她的孩子 经过森林 散布的林荫路 藏身的修道院 各种游戏 童年的开心笑脸 这些 全进入黑暗中了 我原还以为 这些 是属于我的呢 我的想法愚蠢 就表现在这里了 但那底那家人 非常的恶毒 应当原谅他们 可塞特 事后到了 我该把 你母亲的名字 告诉你了 她叫 方婷 牢牢记住这名字 方婷 你每次听到这名字 就应当跪下 你母亲 受尽了磨难 她非常非常的爱你 她的不幸 同你的幸福 成正比 这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在天上 她看得见 我们所有人 该在她的大星球上 做什么 她也胸有成竹 我要走了 我的孩子 你们要永远 相爱 这世上 除了相爱 没有什么 别的东西 你们时而想想 在这里死去的 可怜老人 我的可塞特呀 这段时间 我没有见你 我的心 都要碎了 真的 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一直走到你那条街的拐角 看见我走过的人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怪人 我就像个疯子 有一次出门 连帽子也不戴 我的孩子 我看不大清楚了 我还有话要说 不过 算了吗 稍微 想念我一点 你们是上天保佑的人 不知道我怎么了 现在 我看见光明 再靠近些 我幸福的死去 我最亲爱的 你们的头 伸过来 让我 把手 放在上面 特塞特和玛丽丝不知所措 双双跪下 他们掩体哽咽 每人都贴着 让让的一只手 可是 这双可敬的手 不再动弹了 在两只烛光中 让阿让 仰面躺倒 苍白的脸 望着上天 任由可塞特和玛丽丝 频频吻他的手 他死了 黑夜沉沉 没有一点星光 有一个展开双翼的大天使 站在黑暗中 等待这颗灵魂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这座墓城中 远离豪华区 远离那些 向永恒 向永恒展示 展示死亡丑态的所有怪异坟墓 在普通区一个荒庇的角落 沿一道老墙走过去 到一棵爬了千牛花蔓的高大紫山树下 就会看到荒草和青苔之间有一块石板 这块石板也不例外 受到岁月的侵蚀斑斑剥痕 覆盖着梅绿苔藓和鸟粪 雨水使它发绿 空气把它染黑 它不靠近任何路径 周围草糕容易失邪 因此没人愿意走近 太阳露点面的时候 蜥蜴却来光顾 四周野燕麦在风中沙沙作响 春天时节 婴儿在树上鸣唱 这块石板光秃秃的 当初石匠只考虑凿一块木石 长宽够盖住一个人就可以了 石板上没有刻名字 不过在许多年前 不知谁用铅笔 在上面写下了四句诗 但是经过雨水的冲刷 尘土的掩蔽 如今自己大概已经消失了 这四句诗是这样的 他活着 他活着 尽管命运离奇多么难 他安息 只因失去天使才何言 生来死去 是人生自然的规律 昼去夜来 也同样是这种道理 听众朋友 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 《悲惨世界》 到现在就全部播送完了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